第十题 有一个裁券 它的开奖方式是 将49个球呢 分别编上1号到49号 每次取出一球 而且呢 不放回 不放回的意思呢 就是说 抽出来的号码不可能再抽到第二次 就是号码不会重复的意思 号码不重复 取出六个球 如果呢 每一球抽到的 机会都相等 球第一次 就取出二号球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49颗球呢 每次取出六颗 也就是在49个号码里面 每次选六个号码 这跟我们这个大乐透 裁券 这个玩法呢 就类似 那他说呢 第一次就取出二号球 第一次呢 在这个 带子里面或是箱子里面 他就是有49颗球 49颗球呢 里面有标上 1号到49号 其中 他说要取出的这个 和二号呢 二号是其中的一颗球 第一次取 在49颗球里面 取出二号就是其中一颗 所以他的几率是全部49种 二号球占里面的一种 所以答案是49分之一 答案选A 这个选项